自爱和抑郁,不会自然地融合在一起,因为当你抑郁时,很难爱自己,你会因为自己不够好的消极想法,或者你永远不会成功的负面想法困扰着, 并会进入你自己的大脑,告诉自己你不值得爱,通常,解决方案是寻求外界的肯定或爱,当我们沮丧时,我们依靠朋友,家人或医生,但是,无论他们告诉我们多少次积极的想法,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自爱,我们永远也得不到好转, 秦神经历告诉你,为什么自爱对抑郁症康复至关重要,由于抑郁导致我们失去自尊,因此自爱是困难的,当我的抑郁症处于最坏状态时,我无法做任何事情,尽管我有最好的意图,但我会不断地避免责任,以保护自己免于失败。 但发展了这种心态之后,我对自己失去了信心,即使我开始从抑郁症中恢复过来,我的自我怀疑仍然很强烈,在我看来,我没有能力完成任何事情,这会变成怨恨,我在自己的头脑里痛斥自己,有时甚至在镜子里大声地训自己。 每天晚上睡觉前,所有消极的想法,都会涌向我的脑海,我会开始哭泣,告诉我的丈夫我有多可怕,他会安慰我,告诉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,但它一遍又一遍地发生,每天晚上,他都会帮我建立起来信心,然后马上就会把自己撕下来,因此我对自己有深深的仇恨。 任何积极的东西,都会被我吻没在周围消极的黑洞中,在抑郁症康复期间,自爱,对我的作用,我知道,如果我不能接受自己,任何人对我的正面感受,都不会产生影响,在真正意识到他人的爱之前,我需要修复和培养我与我的关系,虽然我已经取得了进步,但我仍然为自爱而斗争, 我相信这将永远是我努力的方向,通过学习控制消极的想法,并对自己温柔,我正在慢慢养成习惯,这不仅会加强我与自己的关系,还会加强与他人的关系。 我已经意识到,要想爱他人,必须学会爱自己,我会改变我的想法,并开始接受我,我相信自己是一个有能力又值得被爱,虽然有缺点,但是可以原谅,可以去改变,有一种爱叫点赞,喜欢的话,点个赞拜,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